Hello,大家好,我是Eddy 前段时间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微信的小程序 是用来一键实现老照片翻新的这么一个小功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的体验一下 今天呢,我在这个网络上我又看到了一款新的工具 据说非常非常的神奇 这个工具呢,就是叫ColorRiseSG 这款软件为什么那么神奇呢 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他们的背景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页上的一个效果 一个纯黑白的老照片 经过它这个网页处理完以后 立马变成了一个相对 色彩相对还比较不错的这个全新的材质照片 原来啊,这个网站呢 是那个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内部开发的一款产品 哇,政府出马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款产品看起来很简单哦 但是它背后的运算量是极大的 据说他们的功能是为了能够让AI能够这个准确的识别出这个照片中的物体 给它上合适的那个色彩 它会让这个AI机器人学习并存储了超过50万张以上的1980年以后 在当地拍摄的照片啊 也就是通过大数据来比对了 才能给到你这么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了 当然它肯定还是在不不断的这个学习 不断的去去进化 所以嗯,我相信大家 呃,有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操作吧 呃,也非常简单 打开这个网页 呃,在这个浏览器里面输入 COLOURICE.SG 啊,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网址 那么在手机上也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支持的 呃,在下方这个区域呢 你只需要选择一张图片 那我们就以这张图片举例吧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好,它现在已经开始在上传了 呃,大概多长时间能够生存完呢 那个可能这个得取决你的网速了 如果你的网速足够快 我想它应该能在 啊,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一个纯合白的照片是这样的 啊,这是一位DJ工程师 啊,这是一位DJ 嗯,好,他在 他在干什么 哇,他在表演 然后 他被色彩还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啊,大家看了没有 可能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他就把这个图片给做出来了 然后呢,这里有两个功能是可以下载这个生成 渲染后的一张图片 嗯,还可以生成这个 啊,比对图片 也就是说像类似于像这样的 它可以让你很直观的知道你的这个渲染色彩有哪些变化 啊 呃,就这么简单吧 啊,其实 嗯,我觉得像这种轻用产品吧 就应该是做成这样的 啊 不要太复杂 好,我这边是拿了一个 然后我从我也做了其他几个样品 也给大家欣赏一下 就是它是 还原度怎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是一家人 然后呢,原始的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我把它渲染完以后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啊,这是一个小效果 啊,这个照片是有点老了 像感觉像几十年代啊 三四十年代 可能更早一些吧 哦,不是 这个看这个衣着的话应该是 算是比较新的吧 黑白照片 服饰的话 好,这是第二种 这个是一片森林 基本上都是黑白底色的 然后渲染完以后 一下子就感觉 焕发了生机 有绿色的成分在里面了 再看一个啊 这是贺本 贺本的照片 然后我们刷新完以后 立马这个肤色啊 细节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做的不错的 包括背景 都上色上的还是可以的 啊 最后再来一张比较老的照片 然后我们再看看效果 它这个渲染完以后的效果 背景的绿色已经出来了 然后肤色 还有它这个物品的颜色 还有它这个物品的颜色 就已经都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整体来看的话 还不错吧 如果说这个比较有趣 尤其是大家手里面 如果还有一些老人照片的话 可以帮自己的父母啊 也可以来做一下 只是说我这边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这里面 对于自然环境的 火源可能效果一般般 但是如果说 作为家用的这个娱乐 是完全足够了 如果要拿出去商用的话 那还是有点感觉 像骗钱的感觉 嗯 值得一玩 毕竟嘛 免费的嘛 你还想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给 新加坡这个政府的工程师们 一个大大的赞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不要忘记 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